哈利路,感谢主 好,我们一起来看 诗篇144篇第三节 诗篇144篇第三节 耶和华呀,人算什么? 你竟认识他 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这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经文 最近我们大家关注的 几个事情,其中一个就是 巴基斯坦 先是巴基斯坦 把以色列给打了 现在以色列回来打巴基斯坦 好像昨天 很多人都发了一个新闻 说哈马斯 发射一轮火箭弹 但是可能导航出了问题 这轮火箭弹没有击中目标 反而把加沙的一个医院给击中了 这个医院平时患者就很多 现在是战争患者就更多了 还有很多患者 还有这个 叫什么 这个 就是来医院避难的 因为很多房子被炸了 所以医院的那个人口密度特别大 据说一下子就死了500多人 伤就不知道了,还没报道呢 死就死500多人 所以今天亲爱的就 wohinplic coffee 我还记得这个 这个 我还记得在这个 2000 应该是2003年吧 2004年 应该是2003年 印尼海啸吧 这个上网都可以查到 2003年印尼海啸 当时我是 医治愿者的身份去了 对 那25年后2008年 汶川地震 所以我在刚当牧师的时候 我就有机会去参加一些 大型的赈载活动 2023年的印尼海啸 和2028年的地震 我都去得比较早 我就看到 很多很多的尸体躺在那里 还没来得及处理 所以今天 我们会看到两个矛盾的现象 一方面 人呢很高贵 你去有机会见一些大老板 你看他住的房子 你有机会见一些大官 你看他排场 真的像中国一句话讲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都没话讲 那是真的很牛逼啊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 这个人又很渺小 真的是分分正中 命就没了 其实我们不要说太远的了 我们就说这个恒大吧 我们都知道恒大的徐老板 那曾经也是中国首富 你想想中国有多少人呢 中国有多少上市公司 大大小小的 那能在中国做首富 真的是不简单 最近在徐老板出事之前 不报了 有一些报道嘛 说这个他们生活多么腐败 每个人出门的时候都配 几个助理 从包括订酒店 到交通工具 到吃的喝的用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这个特殊爱好 特殊口味 都给你安排的脱脱了 所以你想这么多牛的人呢 那今天这个徐老板在哪呢 这个徐老板在监狱里呢 那再过两天 徐老板在哪呢 再过两天 很有可能 徐老板就死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有的时候我们人 遇到点好事 我们就真的膨胀了 我们真的就不知道 自己是谁了 我们就觉得自己老牛逼了 简直自己就是上帝一样 但是上位又有点事 立马就露出真相来了 所以中国有话说 叫大回原形 所以有的时候 有些人真的需要爱打 因为打 能把他们打回原形来 所以今天当大卫 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他在这里就发出感慨 他说耶华呀 你是慈爱的主 你是我的山寨 你是我的高台 你是我的救助 你是我的盾牌 你是我所投靠的 然后呢 是你是我的百姓 扶在我一下 你知道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你没当领导就算了 你当了领导 你就知道了嘛 领导是老难堂了 那大家都谁都不负谁 就像刚才我讲的 那许家印咋的了 许家印还不如我呢 许家印在这个监狱里 至少我没在监狱里面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每个人里面都有骄傲 每个人里面都有败坏 所以当领导的 你就要面对 下面人的骄傲和败坏 讲真话 当领导太难了 你凭啥人家负你呀 你哪好啊 你哪强啊 但是今天大卫一语道破天机 是上帝 使这些百姓 服在他们的君王下面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大卫虽然作王 但是大卫心里特明白 他很清楚 他是怎么作王的 大卫虽然作王 但是他很清楚 是上帝让他作王的 所以今天这也是为什么 有人说我能有几位 见到西主席 我也跟大卫说了 我不相信这样的预言 但是 如果真的有机会 见到西主席 我真的就跟他讲两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 当皇帝没有错 但是你要明白 是上帝让你当皇帝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大卫就很清楚 大卫就很清楚 上帝是我的百姓 服在我一下 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讲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那眼里真的就是 一个疫苗都没打 全家都是 今天你说牧师 那有啥了不起的 你不也是吗 那不一样 我在美国 美国多少管的 没那么严 你就不打 也没人来弄你来 但是在中国 你不打 真的什么红马黄马 就给你弄上 所以这个 你不得不承认 那第二点呢 那个时候 买张机票就去新疆 买张机票就去西藏 那时候北京不让进 租辆车卡卡卡 别人都进不去 他就能进去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要单讲本事 那我觉得眼儿离皮 我还厉害 但是感谢主 神就是让他 有一个 谦卑圣母的心 承认我是他的牧师 谁都不服 就服我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真的盼望 我们教会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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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去当领导 你当了领导 你才知道神的位大 你当了领导 你才知道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否则呀 我们都是 精 地 直 瓦 都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 不把领导放在眼里 所以今天 看不上这个 看不上那个的人 大部分都不是领导 就算是领导 也是小领导 所以今天 大卫经过了 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 最近正好我们这个学 三门级上 三门级下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从一个放羊的孩子 还不是个普通的放羊的孩子 是一个被家里瞧不起的 放羊的孩子 自己亲爹都瞧不起自己 这个苦得累的活 你去干去吧 你也只配干点苦得累的活 别的活 不你干不了 遇到好事了 哎呀好事 这个得老大 这个得老二 这个得老三 从来没想到大卫 就想大卫不配 现在话讲大卫不配 所以今天 如果不是神选大卫 大卫都不知道 先知去他们家了 要搞一个兄弟作王 那他爸 八老大 八老二 八老三 八老四 八老五 八老六 全给推上去 就没推他 最后三门一句话 才把大卫给弄出 说你还有没有儿子 这时候老头来想 还有个小儿子 在旷野放羊 这时候三门说了 你就得把他喊过来 他要不来 我们今天就不开心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这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 为什么大卫这么爱神呢 所以今天你受苦了吗 今天你受委屈了吗 今天你被别人压榨了吗 今天如果你受苦了 今天如果你受委屈了 今天如果你被压榨了 哎呦妈呀 哈利路亚感谢上明 真的 你们如果打字方便 你们真的打字 哈利路亚 如果你受苦了 如果你受委屈了 如果你受压榨了 哈利路亚 人瞧不起你 所以才欺负你 人瞧不起你 才压榨你 人瞧不起你 才倾看你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弟兄 人瞧不起你 这太正常了 这太正常了 今天讲真话 现在我说 那个许老板在监狱里 我去看看许老板吧 我告诉你 许老板一听说 妈一个牧师不见 你看看许老板 都牛逼 都在监狱里了 还挑三件 你牧师不见 这时候万一哪个中央级的 我估计部长去 他都可能都不见 因为他信念清楚 部长也救不了他 至少得是个副国级的 都把他捞出来 所以我现在想 许老板就两个人想见 一个是老大 一个就是李强 那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想 我这么 我这么 厉害的牧师 你看我说话了吗 我自己 私认 就是愿意准肯我自己是最厉害的牧师 我这么厉害的牧师 我要见许老板 许老板都不见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弟兄 你就看吧 人内心是多么的骄傲 人内心是多么的无知 人内心是多么的膨胀 所以必须得经历点事 所以必须得经历点事 前两天 我们在一起谈到了中国的未来 然后有些人就说中国挺好的 未来更好 有些人说 妈 这太难了 赶紧跑 我再不跑 命都没了 那我就给他们讲了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就是在圣经里面有个猜主 叫啥名 猜主没名 穷人有名 那个乞丐叫拉萨路 这个拉萨路是真穷 穷到有病也没钱看 所以拉萨路身体躺了窗 现在到妇人家去 得来妇人救急 结果妇人根本没时间救急 在里面大吃而喝 所以拉萨路就在 这个妇人的门口 妇人的门口 这个干啥呢 那个躺着 把这属由狗来舔他的伤口 对吧 你们有 圣经说的你们都知道 最后呢两个人都死了 结果这个乞丐拉萨路呢 在亚伯拉的怀里 这是宠爱的这个意思 在亚伯拉的怀里 那妇人在哪呢 那妇人在 无尽的火海里面 所以在地狱的火里面 那妇人远远地看见 拉萨路在亚伯拉的怀里 就说 我祖 祖先的祖 祖怎么祖 我祖亚伯拉哈呢 你能不能让拉萨路过来 就是用手指的沾水 沾沾我的舌头就行了 太痛苦了 太难受 亚伯拉哈就说了 他呢不能 去你那边 你呢也不能来他这边 生死凉茫茫 那 这个 这个 这个夫人又说了 那你能不能 打发拉萨路 回我家 告诉我那些兄弟们 让他们别作恶 让他们好好行善 让他们别像我这样 死后到地狱里去 然后亚伯拉说 这也是不行的 因为 除非有个人从死里复活 否则他们是不信的 所以今天 我在中国的时候 请来说一句话 我们可以拿钱 我们可以不要管了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进去 你一旦进去 那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你一旦进去 那真是生不如死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谁信呢 谁在外面都觉得我没事 进去了就傻眼了 所以除非有人进去了 这个时候 他才能明白 所以我自己这么多年 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自己我这么多年 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 可以 这个 去损失一些名誉 我可以损失一些利益 但是我坚决 求神怜悯 不要让我进去 不要让我进去 在中国 在美国都是一样 进去以后 那真是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有个老板 我礼拜天讲到的 我也讲了 挺牛逼的一个老板 在家里做大生意的 陪着他爸去见一个叔叔 也是个大老板 据说比他们家生意 做大一大 他说呀 在外面老疯狂了 一个大老板 在里面 弄得都皮包骨头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亲爱的兄妹 人算什么呀 今天你得了一个机会 你赚了点钱 今天你得了个机会 被人家捧上 捧为人上人 你就觉得自己了不起 那都是虚幻 那都是虚幻 那都是假象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人的本相 我们就是罪人 我们就是软弱的 我们就是易碎的 我们就是一阵风 就能把我们吹走的 圣经说 我们的命像啥呀 就像天的云在 出现少的时候就没了 窄如手掌的闻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那些追求长寿的人 都是无知 所以我的时候有人 找我们卖保健品 我把他说 吃这个好吃那个好 讲真话 我常常跟他讲 我说感谢 我说我也不想多活 因为本身呢 这个命就不长 第二我命还苦 你命不长 命还苦 你说努力让命长 有啥意思 为啥要这么说呢 不是我命苦 是因为后面的命更好 因为经过死亡 我们信主的人 经过死亡 我们信主的人就进到 就进到 上帝的永生里面去了 就好像拉萨勒一样 你说拉萨勒是希望早死 希望万死 拉萨勒当然希望早死 早死早到亚伯拉那怀里 那个地方没有病 没有事 没有眼泪 没有悲伤 但是财主呢 祂是希望万死的 祂是希望万死的 因为在人间 大鱼大肉的 呼之海河的 可是死了以后 他进入了永心里面去了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当我们认清 我们是谁的时候 我们才能真正的心怀感恩 我们才能真正的心生敬畏 所以耶和阿 人算什么 已经认识他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稍微有点傻 我告诉你 真的 发自内心的去感谢人 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稍微有点傻 都是神的怜悯 圣经说了 世人算什么呢 只不过是一把兔 但是你怎么样 你已经顾念他 你已经顾念他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清楚 虽然现在我们在中国 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姐妹都觉得挺难 在美国遇到的人 也大部分都觉得 现在生意不如以前 好做了 甚至生活也比以前 变得简单 作为牧师 这个我每一天面对的 都是各种负面的消息 他讲真话 我有的时候也是觉得 哎呀 是不是这 这以后这日子 没法过了呢 真的有这种压力 要不也不可能 这次上这么大火 但是回到神的里面 来到神的面前 看到神的话 一下子又释然了 我们就是尘土 尘归尘土归土 朝晚都为四 但是他竟顾念我们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亲爱的亲密 这些年我也见过当官的 我也见过大老板 我也见过社会底层 在中国最底层的大工的 包括在美国 这个无家可归的 我今天接触的人越多 越发现 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今天你能当大老板 当然你不笨 太笨的人肯定当了大老板 但是比你聪明的人 多得去 可是他们没得到那个机会 有了这个机会 你就是大老板 这个机会 没了 你就啥都不是 因为我们本来就啥都不是 所以在中国古代的哲学里面 有一个叫庄舟画蝶 然后这个老子 庄子 庄子做梦 看见自己变成蝴蝶了 然后再一醒就没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亲爱 其实人生如梦 有的时候不是消极的 是积极的 因为这一切都是虚幻的 这一切都是虚幻的 礼拜天我讲到的时候 我也讲了 然后这个礼拜二 少陈沉岛我也讲了 犹太人早就看清楚了 你吃到肚子里的 才是你的 摆一大桌子 你这胃不好 肠不好 身体不好 你只能看看 跟你没关系 你花出的钱才是你的 你账上爬着那么多钱 一大堆里人跟你没关系 许老板现在还有钱 你觉得有啥用呢 人在监狱 所以今天再逛一天 死了 你花出的钱才是你的 所以今天我们不明白 攒钱攒钱攒钱 结果攒成什么了 攒成手材奴了 我还跟大家讲 大连有一个牧师 这次被判了十年 啥罪没有 就一个罪 钱太多了 账上判了一千五百万 只要是换做我这一千万 我就不知道开了多少个孤儿园 开了多少个神医院 送多少人去宣教去了 早把他花光了 一千五百万不够我花的 但是这个老牧师 很爱住 一分钱不花 在那攒着 结果把自己给攒监狱去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弟兄 想一想 这些年我花的钱 也不少于一千五百万的 但是王牧师 现在还挺好的 江湖中还有很多朋友 因为有些人不敢 拿了钱就走了 连一个谢谢都没有 但是有些人还挺感谢我的 现在至少我去了 还能给我口饭吃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弟兄 花出的钱才是你的 同样你家里面满窝的都是书 你一本不读 跟你有啥关系 读到脑子里的 知识才是你的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你们这么想一下 我们一天要多少时间读书 我们连读经的时间都没有 哪有时间读书 所以今天我还是鼓励弟兄 我还是鼓励姐妹 有时间就多嘲嘲生气 有时间就多嘲嘲生气 我们真的要坚持 每个人这一生 至少把神经抄一遍 因为只有神的话是真实的 而且神的话是真实的 还得进到我心里 才跟我有关系 那神的话是真实的 跟许老板有啥关系 神的话是真实的 跟咱们的老大有啥关系 神的话是真实的 跟那些作恶多端的人 有啥关系 神的话是真实的 还得跟我们有关系 所以抄圣经 背圣经 进到脑子里面 进到心去 因为神 祂是真顾念我们 所以今天 我们要明白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们真的啥也不是 就是一把土 说没就没了 我们去想 我在在洛杉矶 几件事 一个是 那个枪击案 动不动定光 这个叫一言不合就怕枪 人说走就走了 第二件事呢 地震 这个地震最近很少人提了 但是我得提 因为又该震了 它本身就有规律 三十多年震一次 上一次震正好是三十年前 所以该震了 所以今天 今天你看我还在这活目了 可能明天把地震 没了 人走了 哎呀你说牧师 你可别走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还想走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非常清楚 我们真的是爱不识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又啥都是挺牛的 为啥挺牛的 因为神顾念我们 一个大老板 看着我们 一个大老板在想着我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的时候 我一给阿里打电话 阿里就哭了 他非常清楚 我很忙 他很清楚 因为他是 被圣灵感动的人 他很清楚 他很清楚 他不重要 他不重要 但是我还常想着他 我一给他打电话 他就哭了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管是谁 我们不管在哪里 有的时候可能牧师忙 有的时候可能牧师 没给你打电话 但是 永远记住 神一直都在顾念着你 所以今天 你如果被牧师办到了 真不是牧师的错 你被牧师办到了 真是你的错 为啥 因为你为啥那么在乎牧师呢 神 神竟然顾念你 这么大的神 全能的神 宇宙的主 他顾念你 你还要啥呀 所以今天 我们东北话讲 还要啥自行车 今天讲真话 别人说我两句 我太不在乎了 我太不在乎了 最牛的那个上帝 他在乎我 你瞧不起我 没关系 你不懂 我不乖 这不是 网上的这个流行话吗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 有的时候 包括我在那也是 贤贫爱富 哎呀 我是不是捐钱少了 牧师看不上我呀 因为你捐钱少了 牧师看不上你的 那是牧师有问题呀 但是你别忘了 神没问题呀 神顾念你 你捐不捐钱 神都顾念你 连你捐的钱 都是上帝给你的 连你的命 都是上帝给你的 你还没捐呢 上帝就已经献给你了 所以今天 为什么那些真正的基督徒 在哪都喜乐呢 因为神顾念我呀 哈利路亚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弟兄 别人常常问我 牧师啊 二十年怎么坚持的 太简单了 二十年 神顾念我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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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谢谢你让我们明白 第一 我们真的是 啥都不是 另一方面 你又给我们了尊贵 恩惠 怜悯 所以今天 我们就谦卑我们自己 来到主的面前 仰望 依靠主 哈利路亚 我们敬拜你 哈利路亚 我们爱你 哈利路亚 主我们把一切都写下来 我们也向主承认我们的罪 以前因为别人说什么了 别人做什么了 我们就受伤了 不是我们受伤了 是我们的信心出问题了 我们不应该在乎别人说什么 我们不应该在乎别人怎么对待我们 我们需要定睛于主 因为主 眷顾我 哈利路亚 谢谢你 哈利路亚 赞美你 谢谢主 赞美主 奉 耶稣 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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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哈利路亚 阿们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